好冰喔 超少人 非常的香 嗯 這個好好吃 歡迎收看一隻阿圓 別忘記幫我按個讚還有訂閱頻道喔 安妞我是快比達 我們今天要拍的這支影片呢 是在吉隆坡這邊呢 要來找厲害的夜市 今天看好是禮拜一 然後我們就找了一間 M22的夜市 那這邊的這種禮拜一才有開 只有開我要10點 所以我們想說呢 今天我們就要來一個 在夜市裡面吃至少10道料理的企劃 妳應該可以吧 我可以 妳真的可以 我可以 好 那我們就開吃喔 好 三桌汁 好渴喔 要喝嗎 哇 從這邊拿出來 超好喝 6塊錢耶 30台幣 超級便宜的 我們喝的是 浙水檸檬 就是甘蔗檸檬的意思 其實蠻想要吃一些甜的 只是說 享受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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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馬來西亞人都超熱情 好囉 開喝 其實蠻熱鬧的耶 超多人 妳先喝第一口 好喝嗎 真的要夠冰耶 真的要夠冰耶 不然妳的話 比較常溫 不能喝常溫的 好冰喔 超爽耶 對 而且它的那個酸不會滴 沒有什麼酸味 對 沒什麼酸 就是只有淡淡的檸檬香氣而已 不知道都是甘蔗的味道 對 很好喝耶 對 超爽 繼續往下 go go 第二間要吃這一間 我要煎 我跟你講 因為我很久之前有吃過他們的鵝仔煎 就是跟台灣的鵝仔煎牛菜一樣 所以想說 妳有吃過 應該沒有 好那吃吃看 來了 這一份多少錢喔 13 13塊 我覺得它的那個 鵝仔很多 很多 真的 它不是小顆的喔 是大顆的 好我現在來吃喔 跟這台冰層吃的不一樣 好我現在來吃喔 好我現在來吃喔 它口感跟在台灣的完全不同 我覺得台灣的是比較濕潤的 它是感覺就是炒比較乾一點 可是它乾中裡面還是有帶出那種 很軟嫩的QQ的口感 非常的香 嗯 然後它鵝仔 很大耶 超大 真的 很好吃這個 而且它蛋 感覺很多耶 非常的多 在一份裡面就至少打兩顆蛋 我真的個人非常推薦來馬來西亞 一定要吃他們的鵝仔煎 沒有 口感完全不同 好吃 來吃這個餅 這個餅我很久之前都有吃過 但台灣其實很少地方有在賣 我沒有吃過 你可以吃看看 我們剛剛是吃Original 是沒有玉米的 它其實也有玉米 其實排隊人超多的耶 我聽說這邊很多在地人都會來這邊吃 這邊有很大塊耶 而且1.8而已 好吃嗎 它有點像麻糬的感覺 但是它很香Q耶 我們的紅豆餅的外面 它會有點硬 然後去不脆 然後就是很傳統的那種 有花絲 然後它會不會比較好味 很香 古早味的感覺 嗯 滿好吃的耶 裡面很軟Q 很像麻糬的感覺 然後還有就是包很多的花絲 而且它花生是吃得到顆粒的 它非常的香 然後咬一咬之後 花生的香氣就會飄出來 很好吃 你好會吃喔 好厲害 其實它這邊賣超多水果 可是 基本上水油真的超大的 吃不完 下一間 欸 口感完全不同 要不要試試看 第四個我們要吃的是 炒蘿蔔糕 它也是跟台灣還有港式的口感不太一樣 我覺得主要是在它那個醬汁 跟它的那個炒的 那個料理的方式不太一樣 所以吃起來的口感完全不同 然後因為陳美希沒吃過 所以我們就 來買 反正他都還吃了蝦 因為你沒吃過 你先吃看看 很特別的話 跟早餐店吃的不一樣 就很入味 也跟在台灣 我們早餐店吃的 不一樣欸 它有夠洋菜 對 它這個沒有特別的醬汁 炒 看起來很不美觀 但是很美味 對 我們現在要來吃這個 冰塵麻糬 我要一份 一份才5塊 就是30台幣 我們剛剛呢 就是買了這個 冰塵的麻糬 它剁得非常的小塊 這應該是花生口味的 長這樣子 嗯 好吃嗎 Q的嗎 非常的Q 它裡面沒有包任何的餡料 所以就非常的單純 很好 不喜歡吃花生的一定要吃看看 而且它 有點溫溫燙燙的感覺 是一個 嗯 骨口很好吃嗎 很好吃 很好吃 一份才30台幣 真的很低 這樣一定要來買 台灣的麻糬 通常都是裡面有包紅豆 嗯 或者是芝麻花生 可是這個是非常單純的 好吃耶 個人激推 來馬來西亞的夜市 一定要來買他們這種飾品 因為價格就是超級無頻 我上次隨便亂抓 好幾個喔 才100出台幣欸 在台灣不可能是這個價格 在台灣就隨便抓 就四五百塊了 給你們看一下它的單價 我不知道它會不會單買 可是它就是三個就10塊 60欸 三個60 這個才多少 一個才20 整個失心瘋欸 它旁邊也超多的 又走到一個新的地方了欸 這個很好吃 這個很好吃 對 好愛這個喔 它就是可以這樣 放完之後直接加醬 然後超多選項的 我想這個喔 不知道什麼東西 那就拿吧 放進去 喔 這邊有醬可以加 隨意隨意 可以 我可以 我可以 都給它一直長出來 哈 湯嗎 魚丸 比較脆 因為如果是 魚肉的話 會比較硬 我剛才已經把頭髮夾起來了 我真的覺得快熱爆了 我要來吃這個 這個也是內臟 沒有醬 沒有醬就會沒什麼味道 然後好好吃喔 雞真的非常的脆 但要沾到醬 這表情很詭異欸 好嫩 這個有點像滷味啊 對 馬來西亞就馬來西亞 第七啊 好喝嗎 好懂 好喝嗎 它的龍眼 被含著濃郁 很香欸 超級好喝 就是它的那個甜 不會讓你覺得是那種化學的甜 是那種水果被炸出來的那種甜味 我覺得很好喝欸 腿腿白 剛剛還想說要買涼茶 最好是買龍眼蜜 這個呢 是在夜市旁邊的 榴蓮 我的天啊這個味道好濃郁喔 要不要挑戰 挑戰嗎 你說這個 你不敢吃嗎 那你要挑戰 我可以給你吃 你吃一口 那我們去看一下 有什麼是我們敢吃的 好 我們居然人生第一次要吃榴蓮 怎麼辦 台灣也是第一次欸 想說跟你就突破一下 本來是想說要買那種冰淇淋什麼就好 或炸榴蓮 剛剛好多沒看到 也許這就是 一切都是天命 對 我們想要吃吃看 美美的貓山王 哇好 好吃是嗎 對啊 我沒有吃過 那你去吃一下吧 你去吃一下 那你是不是很像冰淇淋 我要開吃囉 我要開吃囉 加碗 就是也不會說不好吃啊 它真的 它真的好濃喔 是不是要跟我 那它就很特別啦 我覺得吃久了 味道就不會那麼的濃郁了 我喜歡它那個濃郁的味道 後面就後勁滿香的 它外面就很像是水果的皮 水蜜桃的醋感 加裡面那個非常軟嫩的果肉 就這種感覺 可是呢 很濃郁 大姐你怎麼會覺得我敢繼續吃 我剛剛吃完一顆之後 我已經覺得我很厲害了 這個是很好吃的 這個是我們第一流傳出來的 哇 榴槤尖蕊 這個就是 哇謝謝大姐 你這個是 這個是貓山王 這個是XO 所以給你品嘗一下的就是貓山王 謝謝大姐 馬來西亞人真的太熱情了 好嘞 慢慢用 謝謝謝謝 馬來西亞的姐姐真的超熱情的 剛剛看到呢 我們就是 來自台灣的朋友 第一次吃 榴槤 所以呢 她剛剛呢 就又送了我們 一碗榴槤冰 這個呢很貴的 所以呢 一定要把它好好的來吃掉 這是 大姐的心意 所以 一起吃 欸妳算解鎖成就了欸 對 我跟我媽講 她說很好吃欸 現在聊聊很貴 來喝 豆漿 喔 我買豆漿 我買 我買 就是豆漿無糖的 超濃郁的 超濃郁的 就是那種 我們在台灣喝那種豆漿店 永和豆漿的口感 非常的香 因為我上次其實來馬來西亞的時候 我也有喝他們的豆漿 我就覺得超級好喝 就跟台灣的味道有點不太一樣 我覺得他們的味道就是 有一種淡淡的香氣 但台灣的話我覺得是比較濃醇的口感 因為台灣比較濃 然後我覺得馬來西亞的豆漿喝起來 口感比較 比較順 就是比較淡一點點對不對 不一樣的感覺 不一樣的感覺 但是一樣非常的好喝 而且我覺得 沒糖他就無糖吃了 真的 不用喝加糖的 無糖就超好喝了 解渴 真的 可以開個芝果麵 這是我們最後一間要吃的 星際 老北京煎餅果子 是剛剛 觀眾推薦說是很好吃的 第十攤了 雙魚 他從昨天超級期待到今天 他突然講了一句 終於 應該可以吧 可以 有點像可麗餅的感覺 超燙 它其實這樣子厚厚的一層 這樣子 七塊 四十二塊台北 這裡面是蔬菜嗎 我真的沒看 裡面有蔥 然後還有那個 好燙喔 這怎麼吃啊 長這樣 老實說蠻好吃的 所以你也是第一次吃這個嗎 對 很像鹹的可麗餅 然後裡面就是菜 但它皮是脆的嗎 還是 菜酥內軟 一樣是裡面是軟 很軟嫩 可是我覺得這個放久應該很 軟嫩 對 但是一樣還不錯吃 你吃看 好 滿多人在排隊的 好特別的味道 對啊 而且有胡椒嗎 還是辣 好像有胡椒 因為它的那個醬有辣醬 對 就是有 麻辣辣的感覺 對 老實說這一份四十二塊很大份欸 那裡面脆脆的是什麼 感覺要是那種 有點像油條 炸油條的那種東西 對 耶 完了 這是我們來馬來西亞的第一天 在那個SS2夜市裡面的 就是吃了時間跟大家分享 這時間裡面 你覺得最好吃的是哪一天 很難選 我們有喝的也有吃的 因為前面可能比較沒有那麼的分 前面比較餓 對 我會對那個 所以這是你最推的 蚵仔煎一定要來吃 蚵仔煎一定要來吃 所以這是你最推的 蚵仔煎一定要來吃 雖然台灣也有 但是就是 口感完全不同 對 然後我另外一個要推的是那個 蘿蔔糕 炒蘿蔔糕也非常的好吃 那個就是來馬來西亞 一定要吃的美食 不管你是來夜市吃 或在路邊攤吃都可以 但一定要吃過馬來西亞的 真的很好吃 印象最深刻的 榴槤 榴槤就一定是榴槤 榴槤這印象太深刻了 喜歡吃榴槤的人 一定要來吃他們的那個 貓山網榴槤 因為真的非常的濃 也很香 大推大家 SS2夜市呢 就是剛剛也有很多粉絲說 他們禮拜多固定一定會來逛 然後也有很多當地人都會來 所以呢 這陣子也是算蠻熱鬧的 然後每天都會有不一樣的夜市 所以呢如果我們有更新的話呢 一樣可以在影片裡面跟大家分享 好 那就是這樣子 今天感謝陳梅馨 掰掰 我來馬來西亞耶